手游酷玩 这地方也是找到了一个奶酪 然后地图上出水的三个奶酪 应该已经全部找到了 那就是煎蛋糕给队友吧 我们也不要了 我们看一下 这把的这个火箭都在哪 还是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就没什么东西了 我们就慢慢在这边晃一下 反正也是快到这个时间了 马上就要从洞里回去了 这地方我就想知道 我进这个水池里 会不会给自己整那个短路 但是发现并没有这个效果 我在这边试了半天 然后发现跟那个正常一模一样 这地方是从这个叫什么 就是下面那个小屋出来的 其实我最初的目的不是 不是从这边出来 我是想在那个奶酪那屋出来 因为那样的话可能能遇到某 前期我就可以跟他好好玩一玩 那这地方从这个地方出来 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我们要继续来找一找这个小猫咪 兄弟吃我一瓶 哎正好砸住脑袋啊 这无敌啊 这个特别的准啊 一下正好砸住脑袋 那这地方还是可以慢慢的 搬一下这个奶酪 但是这个猫并来找我的打算啊 我感觉正常来说 要是谁样这个老鼠打一下 应该都会去找那个老鼠算帐 但是这个猫啊 比较的这个有耐心 就是也不也不来找我啊 就在那抓我另一个队友 也不让我那队友把你砸地了啊 这哎天呐 那这地方呢 我家也是已经推了两个奶酪了 只要我把这个推进去之后呢 这个全土的奶酪就要刷新了 大家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奶酪刷新的时间啊 因为这个很有用啊 这个真不是说开玩笑 因为你一定要快速的让前两个这个奶酪 前三个奶酪吞一下 然后让第二个就是之后两个奶酪刷新 这样的话会加快你的一个节奏 然后也能确保你到底是在什么位置会遇到猫 啊这地方一个凌空抽射啊 然后我这个 高尔夫球成功能砸到这个猫的脑袋 那这地方他追我一个队友啊 我我就挺烦这样的猫 你就就会追一个人是吧 我这一下还没砸着啊 但是他好像也没想理我啊 那我这个位置就很尴尬啊 啊这地方也不能吃食物啊 这个食物万一哪个队友被抓了 没有食物吃也比较尴尬 嗯这地方爬到这场啊 我们先缓一缓啊 看看这个纸袋里有啥 这个纸袋是能全图拆出来这个奶酪的 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地图上会出现一堆奶酪 就是你拆出来一个啊 这地方通过走位 但是我那个老哥被打成那样啊 我先砸他一水的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来追我 如果他他能来追我是最好的 因为我现在哎 我也在推走了 然后他在这个一顿泵 他也不来抓我 这是没点啥 那这地方我们应该也是成功走了 就能回复这个体力值 然后去找合调 这个时候不要浪 去找一下回复品 啊抢弄已经是被 被队友打开了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结束了啊 基本上就是打最后一波战役了 因为我家现在五个人 不是不是不是 五个人是他四个人 哎不对啊 一二 啊四个人四个人 把猫说理了 这个有点尴尬 我家现在四个人是齐全的 所以说也不太怕 啊 这地方就是把食物吃了之后 直接去打洞啊 这个没有关系 这就叫什么有句俗话怎么说 龙生龙 凤凤凤啊 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啊 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所有的老鼠一起打这个洞啊 有点慢 不是你们为啥不用这个叫什么 这个果盘呢 我太合计了 那这地方结束了 兄弟 这个套母还在跟我那个队友在那 五五扎八的 就非得抓我那个队友 然后到最后也没抓着 全场啥也没干 这个 这个猫 就想抓我那个队友 然后到现在一个老鼠也没抓着 那本场比赛也是成功拿下胜利 今天的视频呢 到这里也要结束了 建议大家的大爷是猫猫老鼠 感谢你的本次观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